你想吃些什么 你就跟我讲 别人打你了 哈哈哈哈 嗨 女虹 女虹 你好好 这家我常常来买 但没有招牌 我就替他写一个招牌 那么周润巴呢 就替他们拍照片 就这个地方 哈哈哈哈 菜 他心情的话会跟你笑 嗯 笑笑你来买我买我 哈哈哈哈 那这个谁笑得最好 啊 谁笑得最差的 他没有笑 哈哈哈哈 我看那个节目 上次您是不是带鲁鱼也来这里的 鲁鱼也来过 对 不过鲁鱼那个是早餐 对对对 这种有没有几万吃的 您帮我选一下 我帮你选 我帮你选 哈喽哈喽 小时候逛新加坡的菜市场吗 啊 逛斗 我妈妈去嘛 嗯 最喜欢就是逛菜市场的 从小开始到现在 我好喜欢你爸爸的经历啊 是吗 有没有看 我就看那个姐姐写的那个 对对 很精彩 现在有家族 有我都买了 都买了吗 我带了 我那代人很有意思 对对 那代人很有意思 那一代人基本上都练过书嘛 对对 对对 所以 受五四影响的一代人 对对 所以 根底很 打得很稳 嗯 啊那个鲁鱼那个 你也看了 对我看了呀 哈哈哈 我等着去喝酒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他不喝酒我陪您喝酒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多人像您这么高的很少啊 不多的 我父母亲都不高 对啊然后您 嗯 是我自己跳出来 是努力的 努力的 努力的结果 因为我想娶外国人做老婆 嗯 菜市场把它变成我的办公室 嗯 会客室 这样好 大家都随和一点嘛 嗯 九龙城很奇怪的地方 有小学啦 有大人的衣服啦 嗯 包括 兽衣和棺材店 就是从出生到死亡都包了 死亡都包了 都包了 他也有医院 嗯 我认为这里还是比较有人的味道 所以选来选去呢 还是选中这里 嗯 还有图书馆 这里本来没有人去的 后来又漏水什么 嗯 又写信给市政局啊什么 什么 这边特别有社区感 有有有有 我来我来 可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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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啊 你 你警察现在 我 我刚 哇 您怎么做咱们 你随便你 好 你看看摄影师要怎么样 嗯 今天不急吧 不急不急 好多问题想问您呢 啊 好慢慢聊 慢慢聊 好 来来来来 你酒量可以的 今天 争取最早在桌子上 幸会 哈哈哈哈 有感觉 有感觉 嗯 吃点鱼春 好 这个这个 这个鱼春 这个 拿多大块一点 嗯 好 尝一点这个 嗯 这个会壮痒吗 会 胡说八道啦 哪里有壮痒的东西 我说这个壮痒这回事根本就不是吃的嘛 是两个耳朵中间的事情是你的脑子想出来的嘛 其实最性感的是头脑了 确实 嗯 其实食物背后都是社会心理 嗯 政治结构都有关系的 都有关系 对 那比如香港 嗯 香港的食物跟它背后的社会心理是怎么 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 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 我做得这么受辛苦 我吃一顿好的可以不可以 嗯 拼命工作要发散 不安心 就是要 要回报嘛 要回报嘛 要不让我干什么 这样这种心理 特别功利的这种 Efficient 各种要Efficient 嗯 其实华人还是非常压抑 压力压力 哎真的是 到现在还是 还是 但我觉得这点是中国人很大的问题 就是 中文化里面从来不真正的尊重自由 而且其实普通人也不觉得 因为自由很痛苦的呀 自由要 very painful side 嗯 所以我最想做的就是拉丁民族嘛 嗯 我认为获得最快乐的是拉丁民族 嗯 那么 我以前 很忧郁的 嗯 不开朗的人 后来 我一旅行了 嗯 我就知道 哦原来人家可以这么活的 这是大概什么时候啊 哦 一开始了 我十几岁已经开始旅行了 去日本了 去日本之前我到马来西亚啦 嗯 到很多了 去日本的时候我又去韩国啦 嗯 后来又因为拍戏的关系 什么地方都去了 对对对对 十二三岁的时候已经看到那些 马来少女 开了水龙头 嗯 围着一张 一条沙龙 就在那边洗头发 唯一唯一看到胸部 那可性感啦 啊 啊 你有多少个女朋友 哈哈 我 几十个有吧 哈哈 哈哈 来蔡先生你哦 如实交代 一点一个不过分吧 啊 那六六六十一个 总是有的 有啦 哈哈 最少吧 哈哈哈哈 哎 换他解决问题 我的制片人 哈哈 教女朋友要练习啊 不是说马上就教到的 怎么练习呢 丑的照杀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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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久了以后 你就传为专家 哈哈哈哈 那漂亮的跟着来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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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好佩服你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还是小毛 十几岁 认识了一个比我大的女孩子 嗯 我就喜欢她 结果把她弄大肚子 哇 哈哈哈哈 那肚子说要我爱她 我说我哪里可以爱你 哈哈 我说这另外一回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看来女孩子也没纠缠你 没有了没有了 你就去日本了是吗 去日本跟这个有关系吗 嗯 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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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长一顿饭吃多久啊 好几个好朋友一面 一面吃一面聊天 都聊到天亮嘛 年轻的时候 嗯 我很明白 所以你那本书里面写的 我很明白那些大学生活啦 那些所谓的 忧伤 嗯 都很明白 那我们都经过了 嗯 那时候大学时候写得太早 哈哈 不不不不 我写得很好 写得很好 因为我看书喜欢 所谓的作者论啦 就是 把他的所有的书都看完 嗯 那么才叫做看书嘛 嗯 嗯 那就做很多的像我这种 就很难 对啊 200本的怎么看啊 哈哈 哈哈 对 不过我那个很好很容易看 很正统又不是正统 哦 所谓文学又不是文学 所以那些什么 艺术界文学界一定把我品出去的 他们不认我 他不知道怎么归纳他们说 我说归纳成洗手间文学好了 嗯 一次看完一遍 你如果那天吃了四川火锅的话 就看两天吧 哈哈哈哈 我觉得您那个是明末小品门的延续啊 应该是那种感觉啊 对啊 包括鲤鱼啊 那些他们那些东西 应该是您最喜欢那种生活吧 最喜欢 鲤鱼最想吧 对啊 所以某种意义上 其实您也是 看起来生活在现在 其实也是非常生活在过去的一个人 都会吧 都会吧 文人都会讲 嗯 对 其实您说这个 我想起这个事情 这个问题 我本来想放到最后来问您的 现在我觉得可以聊了 不要紧 随便 对 对 是这样 就是 很多时候我觉得享乐 我不知道他是对现实的反抗也好 还是现实的逃避也好 他可能都是 是同时发生的 比如在宁末青初做鲤鱼这样的人 是一种选择 但是在这个时代做一个享乐主义者 意味着什么呢 在认识时代都可以 想通了什么都可以 嗯 嗯 问题是想不通 想不通嘛 嗯 还有最大的问题是 你敢想不敢去想嘛 嗯 有些人叫你去想 都不去想了嘛 嗯 在笼子里面关了太久了 对 那如果选一个潮单 你想生活在什么时候 选一个时间和空间 还是现在 还是现在 因为你现在太容易得到资讯 新的技术 太多给你学了 我一直学Internet 那学这个学哪一个了 我现在很矛盾啊 比如这么一个手机 嗯 它看起来很有很多自由 嗯 但其实变成了Prison New Prison 你不当它是就不是 但世界上很多 世界上很多人已经是了 是不是 人家不管 不管 你要明白这一点 你这一点最重要 你要出来 真正的自我 真正的自我 真正的出来 不管 对吧 我跟您吃完这顿火锅就变 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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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 很过瘾的 而且我常常 aos读你的书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 因为你常常看别人 你还少看自己 我后来看自己 因为我 Net 我做人不断地学习 我在墨西哥 我跟一个女人 什么都不懂 但是她 上完床以后 上完床以后聊天 特别坦白的嘛 他跟我讲 我们家里 你不要以为你们会争鱼 我也会争啊 原来墨西哥会争东西的 我不知道呀 他教我 教我墨西哥的饮食文化 他妈妈做什么什么 把我带到他家乡去 我在墨西哥拍戏的时候 看到抛杖 烟花要马来放 他说蔡先生不可以 这个是死人才放的 你们死人这么欢乐 是很欢乐 我们常常死人 因为我们人很短命 我们医学不发达 我们还有一个死亡节 对我说死亡节 对对对 很大的嘛 像狂欢康里巴一样 对对对 所以他们了解死亡 他们接触 他们拥抱 什么时候开始对死亡 开始注意的 或者说开始想这个问题的 战争有的印象就是 忽然间捧一身一个炸弹 炸在我们屋顶上 我真是 我妈妈说跑啊 让我去防空跑 我们操作人甚至要吃红鸡蛋的嘛 红鸡蛋 就跑 跑又看到那个蛋黄 抓起来丢下去 一口 差点啃死啊 我到现在还不敢吃鸡蛋黄 真的啊 我开始想 关于死亡,为什么要过得这么厉害,为什么这样,那么就一直看死亡的书,大概你在其他的地方也看过, 我说,学习什么活很重要,学习什么死,特别重要,我们中国人从来不及谈的,所以这是特别大的问题,老是不面对不面对,而且整个的人就不成熟,不成熟, 大问题了,大问题了,都有不同的人物,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看法,你自己的思想是怎么样,你就往那边去走,可以改变的,不是不能改变,只有什么改变得了呢,只有享乐主义改变得了,但我觉得你骨子里没改,其实你本质上没改, 本质上很难啊,很难,其实等于是您父亲一代其实也应该蛮苦闷的吧,那一代五四青年们,他们到南洋去,然后那种,有他们的苦闷,有他们的思想, 所以我父亲的臂名叫刘北岸,就是从那边看中国是北岸,特别喜欢古体诗,但是他又认为是说要突破,所以他写心诗, 对,但是他的心思是压硬的,就那时候我也写文章了,我就在报纸上,我说这种什么屁事,用笔名骂, 骂了他很生气,他这个是谁,我就在那边偷偷地笑, 就是您父亲那时候,其实都卷了中国政治里面嘛,他为什么跑到南洋去,不就是当时的党征嘛, 我看看你姐那个,姐姐回忆他笑死我了,说他要去参军,因为可以到处旅行, 对,对,对,我说,还有这种方式, 这个词是他教我的,喜欢旅行,对,对,对,一染上完蛋了, 我很多地方像爸爸,年轻的时候喜欢打山西正打领带,我喜欢像我爸爸,我爸爸打黑领带, 很少,很少黑领带是上次的时候才带的嘛,你不然就有一个人打黑领带, 所以他属于那种很资深的文艺青年,包括我父亲教我的准时守诺言, 这是等于是老派中国人的moral code,我真的很好啊, 父亲对日本应该有恨吧,没有他不是,我姐姐也写了嘛,给他, 叫他去搬那个东西,给他踢一脚什么,对啊,我不看坏的也没, 但是我觉得这点其实也是很困惑我的,蔡先生,就是,但是我是总是觉得,不知道,就是, 其实我很喜欢,包括你,我觉得你的父亲是那代人身上都有的,就是中国文的那个天下还是很重要的,就是, 包括顾炎武说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 读圣贤书所谓合适啊,您父亲讲的吗,就是这个东西吗,这个东西怎么, 这个东西怎么,你要完成平衡啊,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后来你发现,吃吃喝喝才可以平衡, 因为我很喜欢这句话,读圣贤书所谓合适啊, 您想说喜欢看哪些作家的书呢, 体现是先看所有的最灰色的东西,灰色,嗯, 耶翰克里斯多夫,战争与和平,夜后夜后, 东东看每天看,爬娃娃怎么样都要把它看完, 经过那个时代以后就看别的了,开始什么都看了,外国文学也看得多, 那比如说小时候看那些,比如约翰克里斯多夫,非常英雄主义啊, 是啊,这种英雄主义在您心中是什么样的一个, 就是肯定还在,不可能丢掉的,年轻人, 丢掉丢掉,真的丢掉了吗, 丢掉了,没有了,没有了,战争与和平,怎么会记得, 那你这样会觉得自己背叛了自己的青春吗, 你们这几天还要去干些什么,蛮想去邵氏那些地方, 您有兴趣看,有兴趣吗,没有,没有,嗯, 香港店的黄金时代,较好又卖错, 蔡兰在邵氏担任要职, 兼职过成人主演的一系列商业娱乐片, 看起来能力双收,但她却说自己过了不开心的时光, 您觉得邵义夫,邵先生最厉害的是什么呢, 他身上不停地学习,不停地动脑筋,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努力的一个人, 你觉得他的自大弱点是什么呢, 他的弱点,他的问题在哪里, 那问题他一面倒的去搞那个, 他不知道商业片也可以赚钱, 文艺片也可以赚钱, 他的思想还没有到那个层次, 没有见我那些东西, 我说邵先生我们一年拍40部戏, 我们40部都赚钱,那时候黄金时代嘛, 我们拍一部不赚钱的怎么样, 第41部不赚钱的又怎么样, 他说拍第41部不赚钱更好, 因为他不懂,他没有这种观念, 你给他看一分分分分, 他说什么东西,他不能接受, 我说不行啊不行啊, 我说要进步啊不行啊, 不停,没有办法, 那么我也没有能力老实讲, 部分都是我的错, 这个大结果改变不了, 那这个过程应该有点痛苦吧, 有,但是不讲了, 但我觉得应该讲的, 有一天我希望您写出来, 我觉得这个对下一代非常重要, 对您自己也重要, 来来来来来, 那我还有, 还有,还有, 自己来最好, 我认为不要打来早去, 要喝多少就喝多少, 来, 我是一个把快乐带给别人的人, 是啊是啊, 所以我尽量有什么感想, 我都把它坐在保险箱里面, 那因为人是Balanced嘛, 就是说你有快乐这一面, 或者说有这种想要主义一面, 必然有一面是非常感想主义的, 要不人就完蛋了, 人就失衡了, 我现在已经学到不失衡了, 真的不失衡吗? 可以, 那放在保险箱里也是保险箱里面, 还用一条大锁链把它锁起来, 还把它踢进海里面去, 但是你是知道的呀, 你是知道有这么一个保险箱的呀? 我知道啊, 所以我可以踢吗? 他知道这个时代所有的问题, 或者黑暗, 那一面他知道, 他理解, 但他选择不去直接的触碰它, 或者, 一直向前看, 其实就要catch the mood, catch这个zagast, 但是中国文人, 传统文人, 其实很崇拜失败的, failure是大家觉得很美呀, 春花秋月何事了, 往事知多少, 失败的一个emperor啊, 一个君王啊, 您对中国文人崇拜失败, 这是什么感觉呢? 从前很欣赏, 出现很欣赏, 现在又到吗? 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 怎么就开始发生变化了? 从我开始, 要买最贵的器材, 从我开始, 我要穿最好的衣服开始, 那就三十多岁, 四十岁。 我以前, 我听到生意这两个字, 我干什么嘛, 我以后的钱, 赚钱的机会多啦, 为什么要钱嘛, 就是熟气同臭嘛, 什么什么嘛, 做什么鬼生意嘛, 我以前有很多朋友, 很多机会给我做, 通通不要, 后来我开始, 做生意了, 我那些朋友骂的, 谁说, 做生意是不好的? 谁说的? 谁说的? 先生怎么讲? 先生你怎么解释? 我说, 商者商量你, 我先跟你商量, 你愿意了我才见你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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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过程很好玩的, 而且你赚到一桶, 第一桶金的时候, 很好, 因为我很喜欢这句话, 读圣贤书所谓合适啊, 这个事情困扰您吗? 不要, 不要把那个包袱弄得太重, 没有必要, 我认为我要是, 一个人可以, 我来我自己来, 你自己来我自己来, 一个人可以, 改变的话, 我就去撒头, 撒热血, 断头颅, 我可以去, 我认为有时候, 我没有这个力量, 改变不了我自己来, 所以我就, 我就开始逃避咯, 知识赫赫也是一种逃避嘛, 但是在这个时代, 可能不一定解决, 但是, 也会解决一部分, 解决不了, 我觉得解决一部分, 我觉得解决一部分, 这个是我跟你最大的分别, 你还没有, 你要再过一阵子, 你会同意我, 这话我记住, 然后我们, 蔡先生, 我觉得我们俩肯定会成为特别好的朋友, 我们会一直谈这个问题, 好, 因为我也很少, 可以碰到一个朋友, 可以谈这些事情, 就是很开心嘛, 因为这些其实都压在我们心底, 然后你跟别人谈, 别人觉得很奇怪, 你怎么会怎么想这些事情, 然后我们, 嗯, 对啊,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这一代, 走下去, 还有很多东西看, 那么我们, 好, 好, 北京见, 北京见, 嗯, 特别开心, 这两天, OK, 好, 我陪您过去, 不要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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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听话, 好好好, 听老人家话, 哈哈哈, 这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 高度功利主义的, 什么都要完成, 有目的的, 然后我做一个自由快活, 享受人生的人, 他知道这个时代所有的问题, 或者黑暗, 他理解, 但他选择不去直接的触碰它, 那在这个时代做一个快活的人, 风流快活的体面人, 那也是最好的反抗嘛, 体面的背后事实上有原则嘛, 那我觉得就是对中国社会的一个好处, 特别大的好处, 有点好处, 好处, 有点好处。